今天 國立的1月28號星期天 這是我們本年度進入新的一年 2024年第一次舉辦的見識祈福法會 見識祈福法會從2018年的年底開始起見 一直到現在來多少年 四年多 我們拜了四年多了 真的很高興 就是今年2024年的下半年度 應該是在9月下旬到10月中旬之前 就是楓葉正美的時候 我們要舉行奠基動土典禮 這個地點就是我們這個臨時佛堂 對過去本來有一個playground 小朋友玩的地方有個籃球場 大概就在那一邊 然後再前面一點會在那一邊舉行 那裡就是新道場的這個 從前面的地方 前面當然是有大廳 然後其實有大殿 大殿有大殿 我所謂大殿 我把殘堂講是大殘堂 為什麼呢 大廳 大殿 大殘堂 這三個大字 因為呢 未來新道場就這三個地方最大 其他小客廳 小會議室 小教室 小殘堂 這是小 好 那總是呢 大家有沒有很高興啊 說著說著 就在今年啦 那整個的工程進度的這個預計 是在2026年 就是各位看哦 如果是2024年就今年 在年底這個動土 但它能夠進行的工程還是有限的 就進入冬天了嘛 那整個冬天應該戶外的部分很慢 進度應該慢 但到了25年跟26年 就這兩年 兩年應該整個道場就會建好 到26年的年底啊 按照現在的進度預算 一切都這個如掌握中的進度的話 26年的10月份 它要建完 但建完之後呢 還要有兩個月的整個試用啊 檢查呀 這些 那麼所以真正到正式交屋 就是拿到使用執照 交給我們 就按照進度應該在2027年的2月 當然我們不會在2月3月舉行開光典禮 所以就安排到27年嘛 27年2月交給我們 那正好我們試用幾個月 就是搬進新的道場 試用幾個月 在2027年的大概是六七月的時候 也是整個大地回春 一片新興向榮的時候呢 我們有兩件大的活動要進行 第一個 當然是我們沃泰華佛光山新道場的 這個落成啟用開光典禮 那第二件大活動呢 就是北美佛光聯誼會 這是在上一次的北美佛光聯誼會啊 因為這個每兩年舉行一次 那麼在上次呢 我們是在 在西來寺嗎 上次 是西來寺 只是因為人太多了 就住在外面的Hotel 有一個大的會議廳這些 那麼當時在表決 每兩年舉辦地點都不一樣哦 通常呢 至少都有兩三個道場啊 或者協會啊 會要爭取 到我們這邊來吧 到我們 就像這個25年 因為去年舉辦了嘛 24年就沒有 那到25年呢 我們要到這個中部 美國的中部 德州 他們爭取到 但他們爭取到呢 不是一個協會啊 它是德州的三個協會 就是這個Dallas協會 Austin協會 Houston協會 同在德州嘛 都有三個滿大的道場 他們就聯合起來 德州共同來舉辦 2025年明年的 這個北美佛光聯誼會 我相信呢 25年呢 我們要組織一隊人馬 起碼要超過20個人以上 會長記得時間要booking下來 你要領軍帶隊 去做什麼呢 去交接 去邀請 好 交接就是說 因為我們就是下一屆的了 25年我們去 然後就是跟德州交接 再來就要到加拿大 到渥太華這樣 那同時也是邀請 因為我們要開光落城啊 渥太華這個新道場 非常有人緣 真的 我都不知道每一次想到 或者講到這裡呢 我心裡頭其實是很激動的 太感謝了 很有人緣 真的是四海之內 就全球五大洲 都有來支持我們見識的 在護法信徒 或者是說 他不一定佛教徒哦 他就是偶然 剛好在YouTube上 在網路上 看到我們在紅髮的 這些教學的視頻 或者說就是早安佛光 很多人看了之後啊 他會叫做e-transfer 或者PayPal 或者記制票 這個e-transfer 有可能是來自歐洲 來自非洲 亞洲就更多 當然北美洲還是主要 為什麼每一次 讀文書 除了所有參加法會的 這齋主的 這個名字 之外啊 各位有聽到嗎 就是 渡太華 佛光山 生性二重 生是出家人 生旅 性是信眾 是各位護法信徒 生性二重 然後呢 多倫多倫多倫多佛光山 生性二重 也回向功德 給所有多倫多的法師 還有護法信徒 然後滿地殼 佛光山的 生性二重 Montreal 然後 紐約佛光山 生性二重 這我們周邊幾個道場 就是支持我們建設 贊助我們建設 最多的三個道場 第四個道場 可能是新加坡吧 可能是 如果說啊 到了這個道場建好 大殿啊 這周邊啊 有琉璃觀音 這幾千尊的佛像 上面會有名字 我相信啊 會有一個區塊 將近兩百個名字 來自新加坡 所以我跟新加坡的住持講好 下一次我一定去新加坡 去舉辦佛學講座 去答謝他們 總是很歡喜 再下來才是台灣 來自台灣 總是來自各國 各道場 各地區 這個真的佛光山 就我們在渡太華見識啊 說萬人師 萬人舍 同結萬人緣 真的 我們結的是萬人緣 說這個道場 很有人緣 另外呢 護法菩薩的 這無形中 龍天護佑啊 諸佛菩薩 護法龍天 這種對我們的那種很無微不至的 很適實的 就來幫助我們 這個我們是完全了然於心 非常的明確的就感受得到 所以真的是非常的歡喜 總是今天是見識祈福法會 我大概都會在法會後啊 跟大家做一個見識進度的報告 現階段來講 大概大的段落預定到這樣 今年新加坡有秋英導遊 帶領幾位啊 一小隊人馬 他們本來要組團 我說你最好是開光的時候再來 他說沒有關係 他們就是要來渡太華 現在已經沒有疫情的限制了 趕快來 他們要來勘察行程啊 好用心啊 總是這些都是很歡喜 但最主要的還是我們在本地 本地我們的社區大眾要知道 渡太華佛光山在這裡見識 見的寺院不是只有屬於佛光山的 這是真的是佛光山送給 整個大渡太華地區的一個珍貴的禮物 真的是一個禮物來的 這個禮物在渡太華地區出現 他對本地的文化教育慈善 各種的交流都會發生極大的作用 你可以把它當成如剛才祈願文在讀 它真的是一個人生的加油站 是一所讓我們來進修學習的一所學校 它真的是一個避風港 是一個溫暖窩 在這裡好像一家人 大家齊聚一堂 所以把這裡當成家 既然是家裡頭啊 有一些事情就不計較的 譬如說來了都沒個位置坐一下 來了也沒有人幫我們招呼 不要計較 就這個地方里里歪歪很多事情打理 這個不盡周到 但因為你們不是客人 渡太華的大眾都不算客人 你要把自己 這裡當成是你的家 你就是主人 常常回來不是只有看一看 也不是只有走走 那回來問有什麼要幫忙的嗎 最近要過年一定很忙吧 各位看到後面 待會下電後你們去看一下 但是只是看看就好 今天不能夠請購 那裡其實是由妙讓法師負責的 這個佛光年禍的那個部分 那也因為是前幾天舉行的這個記者說明會 特別把它佈置起來 那他問我要供修要不要收起來 我說就不收啦 沒有時間來來去去啦 甚至於這個明天又要開始繼續 因為星期六就是這個星期六 再來星期六 二月三號就開始了佛光年宵第一次的 今年一共有五次就五天的佛光年宵 二月三號星期六 除了說也是留學生回來一起圍爐 迎春的一場參會 零儀會留學生就是真的背井離鄉 然後出門在外 有些學生還可以說回老家過個年 但大部分花不起那個機票錢 可能要幾年才能回家一趟 這個想一想 我們自己都在外讀過書 就覺得如果有個地方 可以讓這些留學生很安心的 就是來過個中國年 吃個年飯 拿個押稅錢 這個押稅錢是大師交代的 要我們要照顧當地的學生 每一年都要幫師父上人 發押稅錢給這些學生 所以我們照師父的吩咐 多年來一直照顧留學生 一直都是把大師的這個紅包 給他們押稅錢 不多 但是意義非凡 這是很大的祝福 加持 那總是星期六 這個留學生 各位如果你有認識的一些年輕人 他們出門在外 你說他剛畢業了怎麼辦 一樣歡迎 不是只有在學在校的 像我們孫俊會長都說 他也是留學生 老留學生 一樣都歡迎 你就回來招呼這些年輕人 跟他們分享一下 出門在外 有時候健康是要怎麼注意 交友 學業 各方面 總是多一份關心 所以當天就開始了 佛光年宵 除了是年禍的部分 現在還在準備中 然後在栽條的前面那裡 還會有年菜 我們的年菜 每一次都是挑戰 我們只要到處打聽 過年各地 北方 南方 我們華人世界 過年都會準備一些什麼 當然一年一年 能準備的還是有限 我們今年就推出了 一共有十五樣的年菜 十五樣 當然大中小等次不等 大家隨時看看 年菜 最主要的兩旁 書架前兩旁 還有文化攤位 這個文化攤位 第一個大家想一定是寫要寫春蓮 然後大師的墨寶 拓映 你自己做 那個馬蓮拿著 怎麼了 就是這個現場示範才知道 我這樣講 講不清楚的 總是呢 這是我們中國老祖宗的 傳下來的一個 算是最早的印刷術吧 拓映 這樣 我們把它用在 你可以把大師的墨寶 自己拓映 自己帶回家 請回家 另外剪紙 折紙 哇 今年折紙 昨天我們收到了一個禮物 我們那個越南老菩薩 叫 Tim 是嗎 在 哦哦哦 好 你繼續聽著沒關係 我要拜託你來教小朋友 怎麼折 折得太漂亮了 好嗎 等一下再跟你講 你先請坐 好 Sit down please 好 先坐 先坐 好 他帶過來的 那個用紅包紙 折的那個紙燈籠 各種形狀的 很好 所以在我們書方師姐就壓力不會那麼大 書方師姐要教這個剪紙 怎麼把春剪出來 怎麼樣把一條龍剪出來 像這些 書方師姐剛剛趕回來 好 所以我們佛光年宵 我相信啊 這種互動式的 這種讓大人小朋友一起回來過年 大家一定很開心 那當然戶外啊 我們現在造景 其中一個主要的景 三好沙咪完成了 那再來這幾天 就要完成帳篷區的星光大道 佛光大佛 在那裡有寇鐘 有許願 這些 總是很開心 到了除夕夜 這個星期六日 佛光年宵嘛 然後 星期六是留學生的圍爐 星期天的下午呢 2月4號下午 是一個宗教的交流 有30多位不同宗教的人士 他們 這個 就是來我們這裡看看 我們中國人怎麼過年呢 是不同宗教 這是一個宗教聯誼組織 他們辦的一個活動 然後 在下個星期 下個星期五 就是除夕夜 這個除夕夜 我們晚上9點到10點 先舉行的是延伸普佛法會 法會後呢 就要開始 大概場地準備一下 就開始要上投注箱 投注箱啊 一般的人一講投注箱 就想到 我要去搶投箱 我要是跑第一的 這個今年就是最旺的 大師就說 其實呢 真的以何為貴啊 那就不說投箱了 每個人 今年上的第一柱箱 都叫投箱嘛 那就叫燒年箱好了 今年第一柱箱 燒年箱 那就是你的投注箱 所以你不用跟別人搶 你的那一柱就是投注箱 那是在除夕夜 我們的延伸普佛法會之後 那麼之後呢 就會在這個前面呢 會有這個現燈區 會有許願術 還有吉祥紅包 上了香就把吉祥紅包送給您 這樣子 那之後呢 你可以文化體驗啊 買年貨啊 這個買年菜啊 然後再過去帳篷區去敲鐘啊 另外呢 還有那個許願 紅色的許願袋啊 你自己去簽名 上面有這個十大院啊 總是呢 你可以在外面 那邊照相也很漂亮 好 這個是重點跟大家講一下 今天的法會 非常的圓滿 再加上呢 我們要很歡喜地迎接 這個 對華人世界來說啊 最大的一個節慶 叫春節 要迎春 今年是龍年啊 那大師啊 寫給我們的 新春末寶 雲水自在 祥和歡喜 讓我們走到哪裡都很自在 像行雲流水 那麼樣的自在 要我們呢 時時刻刻 都是 心中有祥和 就有歡喜 好 這個是今天重點跟大家講一下 那當然啊 要準備這個過年啊 好多義工 有的幫忙整理年貨 有的準備年菜 有的呢 是場地布置 各位看哦 共在佛前 這紅色的燈籠 上面有沒有一張一張的這個名牌啊 那上面寫名字都 這個是啊 叫春節 平安燈 嗯 就是在農曆正月期間啊 供奉在大殿內 這一個月的供奉 其實在我們講 因為提早準備啊 所以超過一個月 大概一個半月吧 那真的是廣節歡喜園 好 這個供養 春節 平安燈 其實包含所有的 室內室外的照景 其實是用這個平安燈的功德項目做了代表 好 所以大家 啊 參加這個春節平安燈 你就是供養了所有到場所有的布置 好 真的是給人歡喜好 那另外呢 啊 當然 呃 在 之後會舉行光明燈上燈法會 好 從 原燈法會到上燈法會這個中間都在過年 好 一到了 農曆正月十五 這個開始 上燈之後呢 就表示 啊 春節過完啊 哇 新的一年所有的 這個例行的法會活動課程 都恢復了 這樣 所以 在這個期間呢 很多人會登記全年的光明燈 各位看 各位聽我剛剛強調 一個是春節平安燈 這是只有春節才有的 好 那這個節緣真的是很廣 真的 我們要說走到哪裡去 都能有貴人相助啊 都可以有好因好緣 你要有好因緣 你得先結人緣嘛 所以這個春節平安燈 其實是很好的一個功德 其實今年點燈的人蠻多的 目前光是到現在 點燈人數已經超過去年了 這總共呢 我昨天想了一下 好像只剩下四十幾盞燈 就全滿了 我相信今年應該會圓滿 這一百多盞燈 那那個一個是春節才有的 春節平安燈 另外一個是全年都供奉在佛前的光明燈 那光明燈當然 其實任何時候登記都是可以的 有人在問啊 所以已經開年了 來不及了怎麼辦 這沒有關係的 真正上登在農曆正月十五 才是這個農曆的新年 新的一年 好 所以大概說明一下 讓大家了解 希望大家真的迎接新的一年 我們華人很幸福 有兩個年 一個呢是國立的 就是從2023過了 然後跨年到2024 這是一個全世界犀利的 公立的這個過年 另外呢就是傳統的 真正的 Chinese New Year 農曆新年 所以有些事情 我們講說 我們要送舊迎新 如果你還沒有完成這個送舊 怎麼送啊 除了環境大掃除 心裡頭 舊有的塵埃啊 掛愛啊 這些 把它整理整理 讓它道別吧 送走了 能送多少是多少 隨個人而已 但是你得要騰出一個空間 心裡的空間 迎接新的一年的到來 迎接一個全新的自己 真的給自己一個期許 讓自己全新的重新來過 生命是不斷不斷一直更新 它才可以不斷不斷一直提升的 好 那今天就先說到這裡 那最後呢提醒大家 每逢我們見識祈福法會 下午就12點 到我們等一下準備一下 就是大概各位用餐的時間 我們的速食義賣區 就會開始準備了 從12點一直到下午4點半 都可以來請購 這個速食義賣的 這些美味的速食 今天呢 雖然我們道場其實在舉行的 還有另外一個活動 我們小朋友啊 就我們的龍師團 多倫多來的Tom教練呢 還在指導他們 昨天下午就開始 今天上午 在外面借的場地 繼續練習 然後下午1點半到3點半 再回來再練習 他們這麼密集的在練習什麼呢 就是在大年初二 星期天喔 早上呢 會有一場 憲燈祈福 還有文化展演 有一個表演 除了展出外還有表演啊 這個表演第一個節目 就是祥詩獻銳 他們苦練了好久啊 其實外面的社團 其實都是蠻大的團體 聽到我們有龍師團 有獅子啊 就已經要來邀請 我說不行 我覺得第一場表演 一定要在大殿 一定要先來禮佛 這個獅子要先禮佛 然後才可以在這裡舞獅 所以大家記得這些重要的行程 你不要缺席啦 希望大家一起歡歡喜喜的 來迎接新年的到來 所以小朋友下午還會回來到場 練習大概1點半 你們想要看一看的 你就不妨用晚餐 留下來幫忙清潔 恢復場地 然後選購素食 然後呢 你再留一下 你就會看到他們演練 因為在外面的場地練習啊 不像在大殿 它是要正式地 以大殿為一個場地來演練的 我希望他們小朋友很認真 我聽那個Tom教練他說 哇 太華 怎麼那麼特別 他說 那個舞獅的那個羅啊 古啊這些 他教一般的學員要會掌握 要會打 說大概要 有的學了三年都學不起來 通常都是教練老師們自己要再來打 打了幾年 年輕人才會接棒這樣 但是他太驚訝了 他上次東令營他已經來了 他說那個小朋友 我們這一組小朋友 竟然不到兩個小時 把人家三年的全學會了 他非常驚訝 他說 渥太華這個地方的能量太強了吧 這個加持這麼大 真的 我也覺得聽了也很欣慰 教練都這樣讚嘆 小朋友真的是很棒 很認真 好啦 所以過年期間歡迎大家敬請期待 好